记者王轩请新北报道, 18岁的吴姓男子以四地下签赌欠了河南三万元债务, 金晨两人相约在新北市到水北新路上谈判还钱, 不料谈判破裂, 没讨回钱的河南竟身受抢走吴南警部的金项链, 得手后驾车逃逸, 警方获报后发动拦截围捕, 一个多小时后攀查到河南及三名同伙, 并挤出脏物,训后一抢夺等罪嫌颂办。 警方调查,金晨凌失去, 河南带住19岁的赖男, 白男及25岁游男与吴姓被害人相约谈判, 但欠了三万元的吴南却只拿出三千元现金, 双手一摊表示, 我只还得起三千, 其他的之后再还, 河南心声不满, 双方发声口角, 河南竟讨不回三万元, 气得伸手抢走吴南脖子上价值六万元的金项链, 得手后驾车离开, 吴南赶紧报案, 警方到场后调查, 并在案发地点附近寻找可疑车辆, 金晨一时许, 警方发现河南等人的车辆, 起出半条金项链, 并在车上发现K他命及二把西瓜刀, 警方表示, 当场将涉嫌抢夺的四名男子逮捕带回, 河南公称因为当时是扯断金项链, 仅得手半条, 坦诚泛行, 警方训后衣抢夺, 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法办。